大家好 16号6月16号下午16点42分啊 这个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之路 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说的啊 说这个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 建党百年的实践充分表明 我们党探索出的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之路是成功的 然后有人说了 我也想自我监督 以后法律不要管我了 自我监督任何人也做不到 任何人 任何一个组织 一个机构 一个党派 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 做不到 谁也做不到 什么叫自我监督 自我监督的意思就是自觉吗 凭自觉吗 你会吗 我会吗 他会吗 谁会 不可能 自我监督 就是没有监督 或者流于形式 或者就把大量的贪污腐败分子给放掉了 就这么回事啊 这河北邯郸又出事了啊 前两天是 邯郸路上海的复旦大学 在上海的邯郸路 这回真正的河北邯郸出事了 前几天这是6月10号的事啊 邯郸市复兴区 从台路和铁锡大街的交叉口 刑事案件啊 个人矛盾 给那哥们直接给砍死了 这个人 这小伙子是干的 不知道有多大的愁哈 按说不至于吧 嘿嘿 哎哟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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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呢 哎 你看那楼 你完了 你这刮到哪儿呢 那儿完了 完了 打开了 这儿的哪儿的呢 那儿的哪儿的呢 这儿的哪儿的呢 不说哪个问题这是 哎哟的妈呀 不说倒下一个 这大床不是好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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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大床不是好疯啊 这大床床的 看人家这儿玻璃全睡了,大农业都看对面,整个一个小区玻璃全没了,人家车楼下都翻了,看那车,看那车翻了。 työ,看那半 brit who's the august family vaccine committee 4-弟 elementary city SPEAKER 5-弟! 看咿。。。 şuんで экран巴克斯弟弟弟弟弟弟弟兄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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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弟弟弟! 外面对楼的车都飞下来了 玻璃对楼 楼玻璃全睡 我家玻璃全睡 夏天宝 国家屋里 大伙儿刚走着 人都放在那里了 没事吧这 头血 看这宝子 你看这宝子 你看这宝子 你这宝子 拿这么大的 我家能够卖线也没这么大 你是什么玩意儿 看这宝子 我一斤的宝子 腰才要完 辽宁吧 辽宁开园吧 开园应该是辽宁 前两天好像黑龙江也有这个龙卷风的现象 挺吓人的啊 中国飞鹤董事长说了 因注射疫苗六个月内不能怀孕 所以奶粉的销量会大跌啊 看这些人了吗 这些都是孩子 年轻人 要留学去美国 不是美国都特别坏吗 美国老针对中国呀 是吧 给中国捣乱 别去了 不行 别去 是吧 你看今天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签证排队情况 疫情完全不影响出国留学 美国又造新的核潜艇了啊 新的核潜艇 这个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成本 一条的成本 就比去年上涨了6.37亿美金 造价为150.3亿美元啊 他这个排水量达到20810吨 可以搭载16枚洲际导弹 这个泵喷推进器和全电力推进噪音更低 这也是一个核潜艇啊 反应堆心 反应堆的堆心的寿命是50年 还可以搭载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啊 中国又造出了一个能让自嗨的这么一个数据了 中国又牛了 又超越美国了 现在说啊 个人资产 个人净资产 超过10万美元的人口 说中国大陆有1亿 一千 三百四十一万啊 大概占了总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吧 百分之七点多 百分之八的样子 说美国有 一亿零三百一十九万 郭树青说啊 炒外汇的早晚会付出沉重代价 就像压住房价永远不跌一样 我已经拿成了一样 说中的了吗 说中的宁二十五万 词 一直在带出作物价永远不来 一年